在台南这一场 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除了打两岸关系之外 还有一件事 民兴党 有认识整套拍照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价值观 在投射纠纷跟新闻这一块 大家觉得怎么会一件又一件 实在多到 让大家不可思议的地步 现龙记在台南的时候特别讲 一个买票当选的议长挂上看板 说全力支持赖清德 不是说反黑金反倒茅测了吧 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打包下去刚刚好 而侯友宜江启臣竞选总部 一起成立的时候 也批绿色的桃色风暴腐败 以前看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什么歪哥猪哥张哥 很条掰 就想把他们靠起来 所以他看不下去 想要处理他 例如现在最新的一个桃色纠纷的消息是 被爆出来赖清德的辅选干部 在中区的发言人 也是民意党的立法委员参选人 江照国的发言人 居然跟一位女性婚外勤 然后生了孩子之后把对方抛弃了 所以对方今天还站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指控对方 他还说又是一个重新一个包庇 那当时林飞凡不就这样下来的吗 他曾经在党内寻求 因为他是民意党员 寻求协助 这怎么成情都是被自知不理 所以只好被人处理之后 寻求外部的帮助 那江这位议员就直接回应是什么 他说他没有担任竞选总部干部 不实指控 我觉得我看的是这一句 已经违请律师提出恐吓诉讼 不是诽谤 不是指控不实 是恐吓恐吓什么呢 恐吓出来开记者会 还是恐吓什么 所以又进入司法程序让当事人害怕 然后进入司法程序 问题要不要解决 有没有诚意对于自己过去的感情纠纷 正式的好好的面对 这个才让大家感受 就是说你怎么看待你感情的处理 这件事情是一个价值观 我们女性朋友怎么看你们的处理呢 网友分析台湾价值的党 骗台湾钱骗感情 有什么好说的吗 民党的日常 而这场记者会里 还有一个人出现让大家很关注 就是民众党的蔡壁如 这场记者会 这个由蔡壁如到国民党中央一起开的 他回答 大家问说 那你有没有跟科匹 或是党内通报过 他说没有 因为是讲到妇女议题 身为妇女才来关心 我们没有忘记 真的是太多类似的案子 过去苦拉斯发言人 跟随护布伦店 原配被多方施压 最后本来开记者会的 临时取消了 或王定宇的服务处凌晨被泼妻 为什么 因为涂鸦内容写上人妻 那像这样子的价值错乱 被很多的网路梗图做成很难看 2024所谓的信赖台湾 是竹帆不及被载的各种 这个绯闻话题八卦 包括了组织部前部长 前主任林正宏 穿着民进党制服 频繁出入酒家 赵天理完全是一个颠覆两岸关系 民意党的主张的小三通 或者是梁文杰 一直被发现进出相关的场所 克拉斯不用讲了 陈宗燕的小云非常的有名 所以伟翰 当我们在看这相关 桃色纠纷一件接一件的时候 不是说赖清德对这一些 所谓的飞文八卦道德标准 是很严格要求的吗 但层出不穷又是什么回事 执政方有行政优势 可是他有执政包袱 你执政的这样子7年以后 民众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你没有办法让民众相信说 因为已经做了一次再一次 再给你第三次会不会改变 所以民众可能就会选择 其他的替代 所以替代选项包含了 国民党民众党都要让他觉得说 我选你会比民进党好了更多 所以才投给你 刚刚玉方哥在讲 谁知道现在年轻人 又不必再投给民进党 显然看起来没有四年前那么喜欢 甚至年轻人好像可能 比较支持蔡英文 如果现在没有那么支持赖清德的话 选举的形势上 就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刚刚我们看的民调 赖清德完全没什么优势 因为已经拉近了 我只是讲说再过两个礼拜看看 如果他还是维持这样 一路下去的话 民进党就不一定能执政 这起一 起二 蔡壁如这个 他今天跑到国民党中央 巴德路二段234号那个地方 中央大楼去开记者会 那蔡壁如他居然跟国民党的人 坐在那边开记者会 而且旁边就是其他的 像罗廷伟这些台中的立委参选人 所以侏罗记公园告诉我们 Live will find a way 他一定要找到出路 要不然怎么办呢 他现在是卢市长 跟其他的这些立委 跟他 大家在帮他 大家如果有时间去调那个画面的话 登记在台中是选委会 登记参选台中7加1 另外再加个原住民7加1加1 卢秀让蔡壁如站他旁边 C位 大家都想要抢在卢秀恩的旁边 就蔡壁如还让 还可以站在中间 所以卢市长是很帮他的 领域他的 那你看他今天记者问他说 请问一下蔡壁如这个女士 你来国民党中央开会 开记者会 你有没有报备 他说我没报备 因为这是妇女议题 所以我愿意来 我跟你讲 他报备以后 如果柯文哲说不行怎么办 所以他也不会管那些 因为现在就是说我要选举 所以我要找到方法 让我能胜选 同样的倒过来 同一个话题刚延续下来 那柯文哲你现在跟国民党 没有合作的状态之下 你就只剩下包含蔡壁如在内 10个立委选区可以跑 因为他们提名11个 但是有一个是原住民选区 他全台各地 那区立委只有10个 可是区立委全台有73个 韩蔡壁如我刚刚讲的 张其路 邱承远 陈婉慧 赖湘霖这些人 还有新北国李友宜 蔡壁如是因为台中国民党内议区 没有提人 后来也有一个国民党籍人 去登记了 但是他并不是党提名的 所以他现在要不断的 让国民党自得讲说 你们投给 卢秀恩 投给罗廷伟 投给这个黄敬豪 跟投给蔡壁如是一样的 他希望蓝军能够来 可是问题是 现在民众党的支持者 跟着柯文哲已经跟 国民党现在对立了 对啊 那到时候你自己民众党票 你会拿会不会就拿不到 所以这个选举是这样 都是算票的 票多人能赢 是以前韩哥讲的 选举最大的秘密 票多人能赢 那现在这个是刚刚分手期 蓝跟白的选民 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那等到了最后明年要投票 还有四十几天 四十七天 激情过后 如果说他还是维持这一块的话 那就是很像1994年 就陈瑞宾第一次 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赵赵刚刚很强 论述很强 黄大舟 李登辉支持 结果两个都没赢 就最后是这个 陈瑞宾赢 就是这个状况 刚刚有最新的消息 就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去参加 台湾经济发展论坛 被33会理事长林伯峰问他说 那两岸交流 接下来我们具体的时间表 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 会立刻就开始开放 大量的陆生 陆克欢迎陆生来台 然后就业增进两岸人民的认识 慧文哥 那对这两岸路线上 强烈的要跟赖清德来做区隔 这个蔡壁如委员 他那一区是 台中有八个立委 八个选区面最绿的那一区 那蔡壁如是从来没有选过 他是第一次去选局 所以他是在选好玩的 大家不要认真的去看 就是艰困选区 差三十几% 得票率差三十几% 这种选区让给民众党去选 那个新北市那区 林淑芬那区 国民党也没有人要选 也是让给民众党的李友宜 所以这种蓝白盒 我是觉得比较 比较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倒是柯妈妈讲说 国民党有人要他出50亿 因为选中同样100亿 那你出一半我出一半 一人出50亿 柯妈妈这谁讲的 柯文哲今天说 有人要给他2亿美金当副总统 我2000万美金我就去了 不用2亿 那到底谁讲的他也不讲清楚 所以我还是要回到 就是跟大家讲说 你蓝白如果没有核的话 你选不赢卿心得 那看你是要用气保 还是用核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选择 譬如说这个浅修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联合政府 你们不是说联合政府 战斗囊不是要内阁制吗 那很简单 你就让柯文哲当行政院长 你就叫民众党 就让阿伯做行政院长 你们不要再去投阿伯 阿伯选不上了 阿伯的第三名 阿伯 你如果投阿伯是废票 那你票投侯友宜 侯友宜承诺如果我当选 我让柯文哲组阁 那这样是分账吗 没有 我们本来就主张联合政府 你看萧美琴在接受友台专访说 友台主持人责问她说 你如果跟习近平见面 你要请她吃什么 这种废话就不用专访 请吃叉叉 萧美琴说什么 战争永远不会出现在选票上 萧美琴说战争永远 也不会是一个选项 我们现场有战略专家 林育方委员 战争什么时候会出现在选票上 你去问乌克兰 你去问巴勒斯坦 在加萨首堂那些人 战争怎么会出现在选票上 你讲这些什么插话 还什么战争永远 也不会是一个选项 你去跟阿富汗的人讲 他们打了20年还在打 所以我就想说 你怎么会跟蔡总统这么好 你们是假白的 都讲这种很空心的事情 战争永远不会出现在选票上 会 乌克兰当年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 乌克兰就跑去修宪 我们要加入北约 我们要加入欧盟 然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没几年之后 普丁就翻脸了 然后就打起来 怎么会不出现在选票上 你就是一步错不步错 我们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 如果你选赖清德 赖清德是比蔡总统 还要再更偏激的人 OK 对 永远不会是选项 战争是这样 民进党当然不可能 可能不敢选择战争 但是你的作为是有可能 促成战争的 就刚刚奎文讲的 乌克兰就是做了一个选择 他选择不是战争 他说你做了这个事 就触怒了恶火 他就发动了战争 所以战争要不要发动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我们只能控制 我们自己不要发动战争 你永远没有办法控制 你潜在的敌人 要不要对你发动战争 什么时候对你发动战争 这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要避险 对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有点可笑 不过我想一般百姓 大概也都觉得 两岸真的战争的味道 比以前浓了很多 虽然我也多数时候 我是认为 中共不会撒到 在这个时候 甚至在未来的几年 说就发动战争 我认为不会 因为他现在自己 也有他的问题要解决 就拜登讲了 大陆有他的problem 有他的问题的原因在这里 可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战争的发动 常常不是在最有把握的时候 发动的 战争的发动者 常常是在被激怒的状况之下 营严之间 所发动的 在俄国这次 就是被激怒的情况之下 发动的 但是百姓的感觉就是说 你问这几个党 哪一个党最可能会引发战争 我相信这个选择会非常清楚 因为哪个党自己在讲台独 那个党就最可能 突然压起来 对 引发战争 对 所以我想这民进党的支持度 我认为很难再拉起来的原因是 现在的百姓相交于以前 他们感觉战争比以前是真的 危险的程度增加了很多 所以那种担心两岸爆发战争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他们看到乌克兰战争 一夜之间就爆发 本来是演习的部队就开始进攻了乌克兰 俄国白在演习下 在边境演习 突然间就攻打 还有这个加沙走廊问题也是一样 这个战争突然间就发生的 所以台湾的百姓觉得说 战争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遥远 尤其台湾 你看主要媒体 很多学者 包括美国的官员 高官 智库 都说台湾是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 那你觉得台湾人民是盲目吗 会没有感觉吗 会不了解国际的看法吗 乐天吗